大家好,我是Stan 8月16号,韩国时间早上9点 Lisa已新曲New Woman超快速回归了 这次的回归是继Rockstar后时隔两个月的先作 并且是与被誉为艺人的艺人 多次获得美国格莱美奖的Rosalia合作 甚至Lisa也亲自参与了New Woman的作词作曲和编舞 引起了非常高的关注 而MB再公开不到5小时 就突破了YouTube400多万的观看次数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Lisa的新曲New Woman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真的很像Popstar一样 歌选得太好了 跟Rockstar完全不一样 从节奏到整个质感都很出色 旋律线也不错 哇,Rosalia一出场 存在感震的超强 她的音色非常独特 虽然有点对不起Lisa 但感觉她有点被掩盖住了 仿佛主次颠倒了一样 说实话,Rockstar这种风格 对大众来说可能有点陌生 但这次的歌曲应该会让所有人都喜欢 哇,这首歌真好听 中间的那个黑发露额头的造型真的是又帅又美 Rosalia的存在感真的很强 MV和造型确实升级了 只能觉得YG真的不会做事 虽然不是完全符合我的口味 但能看出Lisa作为solo艺人想要走的方向 说实话,这首歌大众可能不太理解 但我大概能明白Lisa想要追求的音乐方向 而且她的造型真的很漂亮 虽然我不是粉丝 原本对他们两个的声音搭配没抱太大期望 结果抽出了我的预期 我一直希望Lisa能尝试这种风格 原来她在这段时间里真的准备了很多 这首歌真的太好听了 很像是在看美国著名歌手的MV一样 希望Lisa的solo能越做越好 所以对于Lisa的兴趣New Woman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希望New Woman以及Lisa即将出演的HP5原创剧集 《The White Rooters》第三季都能大方 接着给大家介绍一部与电影《马尼》系列共享世界观 由X-1、Kim-Solo等主演的Dizini Plus韩剧《Puk-kun》 在一场神秘的车祸中 一件快递包裹意外丢失 包裹内是名为暴君的超人基因妖物的最后实验样本 随着样本的失踪 暴君计划正式启动 各方实力为各自的目的展开了激烈的追逐战 是抢夺这份力量还是将其彻底销毁 谁会成为最后的胜者呢? 剧中X-1世演负责消除暴君计划的前特工姻さん Kim-Solo世演虽然所属国家机关 但按理运作暴君计划的崔局长 演员Kim-Gong-O世演 受委托抢迫暴君计划样本的美国特工保罗 而楚勇所则事演 同样受委托夺取暴君计划样本的技术人员Cherja Gyeong 我们来看一下DG Plus韩剧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原本是要拍成电影 但因为太过于破格 所以改成了4G的电视剧 后期会怎样? 听说这部戏是电影马尿的世界观 那一定会超级有趣的 久违的X-1世演 真的让人非常期待 所以喜欢动作惊悚剧的大家 绝对不要错过了DG Plus的破坑 啊! 啊! 啊!